後學畢業 備考苦悶 在圖書館埋頭虎讀的日子 相信做過學生的都感受深刻 湖南長沙有大學生有感於此 畢業前在圖書館留下笑驚喜 為師弟師妹打氣 這個大學四年級的師姐 上週四接受內媒採訪時表示 她臨近畢業 特意在校內圖書館的不同角落裡 藏起了象徵幸運的小梅球裝飾 總共有200個 黑的白的都有 分佈地方出奇不易 可能是在書架上的書上 亦都可能在電製 甚至燈牌上 小梅球 睜大眼 安定地蹲在原地等待主人 理名學者表示 因為見到最近在圖書館準備考試的同學很多 所以在附近收埋了這些小梅球 希望可以給師弟師妹帶來不驚異的小驚喜 她之後又回頭看這些收埋的地方 發現大部分都有人找到拿走了 又師弟師妹更加思療她 問收埋在哪 另一處城市 江壽南通 都有一名九十後男子 同樣在做這種不經意的小驚喜 半年多來在街頭獵鳳和長哥等 畫了五十多隻不同形象的小精靈 目標是畫滿一千零一隻 希望陌生人見到都可以覺得溫暖 想不到術線帶給她溫暖的竟然是陌生人 因為她日前發現其中一幅可愛的小老鼠作品 竟然有陌生人裝了小夜燈 可愛又至於 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五